這個是這兩天也讓人覺得很傻眼 大過年怎麼會發生這種新聞呢 台灣的網紅去闖柬埔寨的豬圈 結果他竟然消失了 他是誰呢 網紅晚安小雞 他是以靈異探險文明 怎麼跟我們的賴政凱 錯別字是一樣的 也是靈異探險文明 哎呦我們的錯別字千萬別去柬埔寨 拜託拜託你千萬我們不能沒有你 然後呢全live 然後竟然被想說那怎麼一回事 好我們來看看2月12號 他前往柬埔寨 在這個凱博園區裡面探險 然後當時他的直播 他說他其實這個疑似遭到內部人員發現 然後呢也疑似聽到了槍聲 好那還有這個這個是 寫手印耶 然後呢再來就是 他說他就有說柬埔寨不是你想來就來 想走就走的 天底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早知道就在台灣拍一拍就好了 對不起我老婆對不起我媽媽 所以是顯然他生命是受到了威脅嗎 那是不是有遭到暴打跟拖走 不曉得 因為那個那個live就 他的那個直播就就沒了嘛 然後他說他聲稱保全是有帶槍的 然後還有穿軍服的助手 如果柬埔寨的詐騙園區裡面是有穿軍服的助手 那就是他們的國家允許做這件事情耶 那這柬埔寨真的有點恐怖喔 然後你看太太 結果是太太開直播了 而且這個室內的求救 他說他跟導遊現在都找不到這個晚安小機喔 還透過當地的友人在幫忙當中 但現在好像到目前為止都是還沒有找到的喔 因為他在大年初三的時候是開直播 然後疑似就引起了這些穿軍裝的保全的助益喔 然後呢好像有對他開槍 那也有被痛歐 目前他人間蒸發 那外交部跟刑事局說已經透過管道在找人了 要確認他是否安全 台灣人被騙來當柬埔寨 當住宅 就是在自動園區裡面 這裡怎麼那麼像工地啊 可是為什麼格姐 為什麼工地的保安要帶槍 靈異探險系網紅晚安小機 大過年不在台灣 跑到柬埔寨直闖人間地獄 詐騙園區開直播 這個是幹掉的血耶 格姐是幹掉的血耶 影片深入詐騙設施大樓 才發現被軍裝保全團團包圍 多次狂奔躲藏還疑似被開槍 他開槍耶 格姐我真的想把這邊的真實狀況 拍給你們看而已 我真的不知道我這樣 他好像開槍耶 全所黑暗角落在鏡頭前痛哭 網紅就怕這回逃不了 鼓起勇氣 小心翼翼往下走 卻踢到水瓶發出巨響 疑似被持槍保全逮住 壓在地上痛便 隨後手機被撿起 穿著軍靴迷彩褲的不明人士 拍下他最後身影 晚安小機12號晚間直播中斷後 人間蒸發 家屬心急如焚 基本上小機現在是聯絡不到人的 也還找不到人 老婆有人哽咽開直播 要找人非柬埔寨救人 不過有網友質疑 保全沒說話很反常 更有人懷疑是套好的 而專家看了畫面 也懷疑案情不單純 不像凱博啊 首先凱博園區裡面 幾乎100%都是資源租宰了 他報個警人就出來 他敢高牙筒是租宰嗎 不是任何公司的人 你今天進來要不要揍他是看安保 台灣網紅在柬埔寨詐騙園區 被扁還失蹤 如果真的被人蛇掳走 恐怕後果不堪設想 目前外交部及刑事局 正透過相關管道 要查證離清 晚安小機下落 確保人緣平安 這張是名採山 這張報道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要食 對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不感覺好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毫無頂後華 搭診下星全校 可追求 靈馬 里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